北京时间1月7日,CBA常规赛继续开打,辽宁南兰103比95击败北京首钢,取得一场非常重要的常规赛胜利,也是回应上一场不敌北京揭幕战的失利。 赛后,辽宁南兰的主教练杨明出席新闻发布会说道,一场艰苦的比赛,比分是交替上升,北京首钢是一场被低估强队,不管是北京,广东,都是比较惧怕,上一场我们失利了,输得非常难看, 此一准备很久,各方面的细节做得比较到位。大家调整的能力都在进步,不过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,代表不了什么,还是需要发现问题,做出调整,为后面的比赛做出准备。 此一交出36分,9篮板8助攻的郭艾伦则是说道,自己就是养岛,球迷希望我来,这场比赛没有啥好说的。 对于郭艾伦真实表达自己的看法,站在此一的层面,绝对是达到MVP的水平,能投能投,让北京首钢的防守吃尽苦头。 当然,正如杨明说到那样,上一场输得非常难看,此一的排兵,布阵和人员,轮换都是非常讲究。 后卫线,郭艾伦冲锋陷阵,扮演绝对的进攻核心,福格主要负责防守,作为侧意帮助郭艾伦拉开空间,若是郭艾伦受到重点防守,他则是开启个人进攻模式,赵继伟则是第六人的角色,带领第二阵容出战,刘志轩是第四后卫。 前锋位置则是主要围绕李小旭为主要的防守对象,张震灵和吴昌泽主要带领的年轻球员,剩下的从明晨则是扮演三分球投射的角色,这场比赛非常真实反馈,辽宁南篮前锋位置的搭配使用。 而内线方面,韩德军,莫兰德是交叉使用,剩下的富豪则是提速的时候,顶防到五号位的轮换,剩下的烟手棋或者是于泽成则是根据不同的阵容和对手,获得储备的机会。